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昨天发生一件事情是安倍晋三 前日本首相被刺杀 本来这么一个话题我打算只做两期 第一期就是说这么一个事 咱们得说一说 第二件事就是针对于第一期有哪些 是没有说明白的 稍微再做一个补缺 然后昨天晚上又有一个日本的朋友 他说老黑你能不能再做一期节目 就是说稍微缅怀一下安倍晋三 然后我觉得应该再去说一说 安倍经济学对于日本的影响 本来我不打算再继续说这个话题了 只不过我看到现在有很多人 还在骂日本说的话特别难听 别人是怎么骂的 这里有一个网友是这么说的 历史上日本他无数次侵略我国 掠夺了多少财富 造成我国多大的损失 你们这些走狗知道吗 他们投降时给了多少赔偿 是吧 太便宜他们了 我看到这样一句话 他说我们这些人是走狗 稍微说一些正常人的话 一个国家首相前首相被刺杀 还是一个人们非常爱戴的 你这个时候对于这些观点的人 持有这些观点的人说我们都是走狗 那好像是日本把你怎么怎么样了 你的生活不如意 你赚不了钱生不起病 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子 那都是日本人搞的吗 你真的要说什么日本侵略中国 你往前捋一捋 其实中国人自己杀中国人 比日本人杀中国人多多了 多多了 对你说日本侵略中国 你说他没道歉吗 其实他该道歉他都道歉了 你去查一查二战日本道歉 你能查出来无数条的信息 再说赔款那是谁免除的 那是毛泽东免除的 要骂你去骂毛泽东去 当年日本访问中国的时候 跟毛泽东聊天 跟毛泽东说对不起 我们的长辈入侵了你们的国家 毛泽东怎么说的 感谢日本入侵 日本不入侵中国 我们共产党哪有机会多大 至于赔偿事情算了 终日亲善终日友好 这是当年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话 你要说赔偿 其实在各种各样的场合 日本也赔偿不少 你比方说南京大屠杀经验馆 日本人也出钱了 日本人刚开始出资出的不多 后来是官方规定不接受日本的捐款 但是日本在前期也捐钱了 建南京大屠杀经验馆 光仇恨日本没完没了了 就算是站在一个今日的角度来说 有完没完 该道歉也道歉了 该赔钱也赔钱了 那好 现在咱们就来捋一捋 中国人杀中国人 就从现在咱们往前捋 从近了往远了说 往近了说 那就是香港反送中 香港反送中这么多人失踪 这么多人死亡 你说这是不是中国人杀中国人 这个时候中共 他有没有给香港人道歉呢 显然没有 中共不仅没有给香港人道歉 反而很多人认为香港 反送中那一批人死的活该 难道这些人他不是人 他不是中国人 香港人不是中国人 这是不是中国人杀中国人 你再往前说 说法轮功 法轮功自从江泽民镇压以来 有多少法轮功人失踪 气光被摘 坐牢 到现在还有很多法轮功的大法弟子 到现在还都在监狱里面蹲着呢 谁替他们说话 难道法轮功不是中国人 法轮功是日本人杀的吗 好说完法轮功再继续往前退 退到8964 8964时期那一批学生还是很有理想的 还是很有血性的 但是64清场之后 那些学生走都走散的散逃的逃 贵的贵 当然了也有很多是贵的 在这个过程中又抓捕了 杀害了多少学生 在广场上有多少无名尸体 这是不是中国人杀中国人8964的学生是日本人杀的吗 你再往前推 再往前推就推到了83年的严打 那个时候在歌舞厅里面跟别人跳一支交易舞的女的 都要把他抓起来以流氓罪给枪毙掉 跳一支交易舞又怎么样 穿的暴露一点都说是流氓罪 给他扣一个罪名都要把他给杀掉 83年严打又杀多少人 这是不是中国人杀中国人 你再往前推应该说到什么事了 唐山最近都在说唐山 还记得唐山大地震的时候 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 整个唐山一片废墟 其实日本知道这件事之后 拉了很多物资就在海上飘着 当时毛泽东就下令不接受日本的援助 结果又因为毛泽东拒绝接受日本的援助 又导致了唐山大地震多死亡多少人 本来能够救了很多人 结果毛泽东一声脸下就没有救 你再往前推文革 文革时期死多少人 叶剑英曾经说过 整个文革都死了2000万人 这个2000万是一个粗略的数字 具体死多少人是无法统计的 是无法统计的 你看一看台湾的电影 黄天后土 革命有理造反无罪 要革命的跟我走 不革命的鬼他妈的蛋 这是不是在杀中国人呢 是不是中国人自己人在杀中国人啊 你再往前说 说到土改 说到什么三反五反 地负反坏右 还有49年之后 那些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的那些老兵 将军又抓多少 杀多少 斧多少 你不是恨日本人吗 当初打日本的主力 那可是国民党的军队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后 有几百万之前的国民党的军队 不可能全部都到台湾吧 大概还有200名各级将军都留在大陆 结果这些抗日的将军老兵又被杀了个 几乎是一干二净 朝鲜战场上又强征一批抗战老兵 到朝鲜战场上当炮灰 这段历史你知道吗 像这些死亡的抗战老兵和将军 他们是谁杀的 这是不是中国人杀中国人 我这说了半天说了 将近十分钟还都是49年之后发生的事情 你要是再往前说 那就说的太多了 你再往前说义和团 那时候义和团杀传教士 杀外国人 还有包括很多基督徒 凡是穿外国的衣服的 使用外国的商品的都给抓起来杀掉 分他们的家产 义和团祸降残杀中国人 这是不是中国人自己在杀中国人 再往前说 那就是太平天国 整个太平天国让满清王朝的人口 减少了大概三分之一 减少了大概三分之一 得死亡的有上亿人 这是太平天国 他在各种运动当中 把老百姓都裹挟进来 搞这么一个太平天国 你不跟我走我就杀了你 同时跟太平天国作战的军队 曾国藩的军队 曾国藩又被称之为曾剃头 不是说南京大多杀 南京大多杀 你把大屠杀扣在曾国藩头上更合适 知道吧 抗战时期在南京人口多少人 曾剃头屠城 把南京几乎给屠空了 你知道不知道 去查历史翻翻历史 具体的数字 我今天我也是不看稿 脱稿去做这期节目 你查一查曾国藩杀了多少人 再往前捋 那就不再想说了 你说什么满清入关杀人 什么扬州时日家定三徒 那是满清也是外族 杀中国人 但是你要是再往前翻 你翻一翻张献忠图川 张献忠是中国人 张献忠在四川杀了中国人 是不是中国人自己杀中国人 那可不是日本人杀的 在明朝的时候 日本他骚扰中国的福建 浙江沿海边境 那是倭寇 倭寇他也没有多大的能耐 在明朝后期 你看张献忠李四成 那一段时间杀了多少中国人 再往前说 我就不再想说了 稍微再说一个 比方说明朝开国的一个大功臣 长运春 他在征战杀伐的途中 又杀了多少人 当时在打仗的时候缺军粮 长运春就把那些老百姓给杀了 给煮了吃了 这你知道不知道 人相识什么河谷顿天麻火 是吧 这些词两脚羊查一查 所以说都已经是21世纪了 现在大家获取资讯还都比较方便了 怎么还有这么多仇恨去不掉呢 还口口声声日本掠夺了多少财富 造成多大损失 你去查一查资料 你去看一看日资企业在中国办成了有多少 他解决了多少的就业 他又给中国提供了多少技术 不管说是科学技术还是管理技术 稍微谦虚一点了 稍微会思考一点了 都知道从日本那边学东西 比方说松下兴之柱 他能够把企业管理这么大 能够把企业起死回生 你得看人好的一面 你得去学人好的一面 诗以忌常以至疑 这你得懂吧 放谦虚一点 把面子放下 日本在这一点就做得非常好 人家当年美国的军舰开到日本的时候 日本一看 我操美国这么强 贵了 我跟你美国学习 后来人家日本就有了明智微信 后来人家日本就腾飞了 后来人家日本就拖鸦入欧了 你得看人的长处 不要老是把仇恨刻在脑子里面 怎么着看别人的长处就成了走狗了吗 所以说话题聊到这里 你要说为了启蒙这些人 我也不是为了启蒙这些人 现在不要跟我谈启蒙 有些时候 这些人你启蒙不了 你看似好像是为了去帮助他人 为了启蒂他人 实际上他恨不得喝你的血 恨不得吃你的肉 你要是把他们当成傻瓜去骗他 你比方说在国内公众号 我可以利用这件事情 我去消费安排金餐 我去庆祝是吧 这些傻子们他反而给你送钱 反而奉你为偶像 这些很多人你不骗他简直没天理 你说启蒙我也两个启蒙 今天这期节目更多是一个情绪的发泄 怎么着针对于日本的话题 说几句公道话就成了走狗了 好吧 那就先说这么多不多说了 啊 好 好 谢谢大家